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晶圆代工是半导体制造不可忽视的一环。 早在2022年末举行的英特尔ON技术创新峰会上,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便表示,英特尔代工服务将开创系统及代工的时代。 在万物数未化的推动下,对运算能力的需求不断增长,但直到现在,在围绕最先进的行动技术进行设计方面,客户的选择有限。 后来,基辛格又宣布英特尔的外部客户和英特尔自身的产品线将全面采用内部代工模式,并称这个决定为英特尔IDM2.0战略的新阶段。 英特尔的新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其他晶片公司开放工厂,尤其是手机晶片公司。 英特尔表示,高通公司等也正计划使用其工厂进行未来的晶片设计。 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公司在4月中旬表示,其旗下晶片代工服务事业部IFS将与英国晶片设计公司ARM签署技术合作,以确保使用ARM技术的手机晶片和其他产品能够在英特尔的工厂生产。 这意味着,英特尔将代工基于ARM内核的行动SOC,后续也可以将潜在设计扩展到汽车、物联网IoT、航态、乃至资料中心等领域。 ARM公司由日本科技投资者软银集团所有,之前一直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上市。 该公司是许多晶片公司的主要智慧财产供应商,尤其是在手机领域。 ARM与全球主要的晶片合同制造商建立了合作关系,以确保其设计能够很好地适用于他们的制造工艺。 这次ARM宣布与英特尔进行技术合作的时机也备受关注。 这是因为ARM签署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合约。 有分析认为,此次公布的技术联盟有利于ARM上市时对企业价值的认可。 大约两年前,当英特尔宣布计划进入晶圆代工业务时,市场普遍持怀疑态度。 这是因为有人预测,台积电和三星电子在多年激烈的技术竞争中, 积累的技术诀窍和客户基础,英特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上。 不过,随着英特尔最近透露推出4奈米微处理器的计划, 并在追赶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方面进展迅速,竞争对手很难松口气。 三星电子去年6月和台积电去年12月推出的3奈米工艺, 英特尔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 彭博社在最近一篇强调英特尔代工业务的文章中表示, 英特尔要赶上台积电和三星电子并不容易, 但有很大的可能性,并从两个方面评估了其重组高科技代工市场的潜力。 首先,英特尔是中央处理器、CPU领域的绝对强者, 与拥有智慧型手机CPU和应用处理器、AP等IT核心技术的ARM公司开展合作。 如果两家公司的合作取得成功, 对于后来进入晶圆代工领域的英特尔来说, 是一个巩固其地位的重要机会, 同时由于将侧重于半导体、SOC设计, 在未来扩展到包括汽车、物联网、资料中心和航态行业等领域。 对此,可能对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未来的晶圆代工业务构成严重威胁。 然而,在目前英特尔在晶圆代工市场的存在感仍然微不足道, 市场份额保持在第八位。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表示, 到目前为止,Fabless晶片设计公司在使用最先进的 SOC行动技术的设计选择上面临受限。 对于希望利用英特尔晶圆公司代工的来说, 这将是一个新的机会。 英特尔表示,设计下一代行动SOC的ARM客户 将可以使用Intel 18i米工艺技术生产低功耗半导体, 对应1.8奈米级精细工艺。 该技术提供新的突破性电晶体技术以提高功率和效能, 并受益于IFS强大的制造足迹, 包括美国和欧盟的产能, 是该公司计划在2025年前夺回电晶体效能领域领先地位的最后一步。 英特尔这次之所以通过与知名半导体设计公司ARM合作, 着手优化系统半导体产线已适用于行动半导体。 适用于高通、联发科、苹果等客户的行动半导体, 是三星电子和台积电晶圆代工业务的核心大客户, 可以确定英特尔正积极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这些大客户。 英特尔曾经是中央处理器、CPU晶片领域的最大品牌, 但长期以来它的技术、制造优势已经被台积电、三星等竞争对手削弱。 台积电和三星是全球最大的两家晶片代工厂。 英特尔此举为很多得不到代工服务的厂商提供了新选择, 将向他们提供代工、封装、软体优化等系统幸福。 另外,联发科早在去年就已与英特尔签署代工订单。 高通也多次表示,有意把一些订单交给英特尔。 分析人士称,英特尔此次与ARM合作, 是希望能够在全球晶片代工市场与台积电和三星平起平坐。 英特尔宣布与ARM合作,展现出了在全球晶片代工市场的雄心。 与ARM的合作被认为是英特尔进军高科技代工业务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主要生产用于PC和伺服器的高功率半导体的英特尔, 需要配备行动等低功率半导体制造技术, 以代工厂的身份为客户赢得半导体代工订单。 ARM作为一种用于半导体设计的基础技术, 这家IP巨头公司为高通、苹果、三星电子和联发科等几乎所有行动半导体公司提供先进的晶片架构。 因此,如果英特尔与ARM联手, 它可以在保护这些制造技术方面大有帮助。 英特尔积极进军行动半导体代工生产, 将对代工领域的顶级公司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构成更大威胁。 这是因为台积电和三星电子都以行动半导体为代工业务的核心基础, 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与英特尔争夺市场份额。 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通过IT杂志The Register表示, 英特尔正在经历脱胎换股的过程, 成为一家可以与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竞争的代工企业。 英特尔计划首次将1.8奈米工艺应用于行动半导体, 可能导致三星电子和台积电难以应对竞争的局面。 英特尔还明确表示与ARM的合作将持续数代, 暗示将积极将1.8奈米之后的工艺引入手机代工领域。 The Register预计, 英特尔与ARM未来将积极联手, 在半导体效能、能效、单价等方面提升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电子和台积电都决定从2025年开始首次引入2奈米工艺, 并将其用于晶圆代工业务, 但英特尔抢先于1.8奈米工艺抢占客户半导体订单。 这是因为半导体微处理技术在提高行动半导体的效能和功率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即使英特尔作为后来者进入晶圆代工市场, 如果它推出优于其顶级竞争对手的优势工艺技术, 也可以预期从三星电子和台积电那里窃取潜在需求的效果。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台积电在代工和先进制程上的发展实在过于超前, 三星和英特尔在短期内较难超越。 但此次合作也确实标志着半导体行业两个巨头之间的重要合作关系。 后续可能对全球晶片制造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感谢。 感谢。